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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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發財 龍年祝大家龍精富萬身體健康 我祝大家龍馬清神才元廣盛 祝大家學會汗龍失八獎的飛龍在天 好 好,恭喜 好,今天有槍哥和肥腸 新一年,肥腸有甚麼新年的願望 當然多些機會可以看到大家 槍哥呢 我當然想多些機會分享美食給大家 那我就把你們所有願望 可以看到大家有吃到槍哥的東西 有吃 開心 好 槍哥,今天教我們做甚麼賀蓮菜 今天,如果說到賀蓮 我們當然要做一個盆菜 因為盆菜又豐富,材料又多 又可以一家人聚在一起吃 非常溫馨 對,我想要覺得開心 因為盆菜的東西很珍貴 是 好,其實材料真的有很多 而有步驟,我就拿出來分享一下 有海參、花膠、鵝掌、雞 其實材料還有腩肉、魚蛋、魚片、菜 對 那些家庭觀眾都會認識 即是戴不戴肉 對 而且盆菜沒有界定一定要有甚麼食材 沒有甚麼食材 因應個人喜好,配搭菜也可以 明白,我們首先處理甚麼 海參看見這隻就是烏心 其實跟平時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要選烏心 因為這個性格比高 而且做出來的效果比較大 就是這個尺寸發出來就變成這樣 對,回來後我們要先浸水 讓它吃了水,然後焗水 然後讓它常溫之後,我們又沖水 其實這個步驟 我們大概要維持一個多星期左右 我聽媽媽說,這些很容易就發不起來 我們也想發得起 發起 怎樣才能發起 最大技是油,我們發東西 有油可以看到由原條是融化 這是大技 而且它本身曬之前 是否新鮮都會影響到 我們發出來的效果是否好 但槍哥,其實坊間有一些 已經幫我們發好了 那些是否比較方便 那些一定能發起 那些是我們買回來 急凍雪硬的那些 又好保存,又方便 如果你真的想自己試試 其實最重要的是 除了有油之外 海參就是我們未發到 它夠脹身的一定程度 我們不可以開肚 不可以解開它 對,因為海參很有趣 如果我們太早的時間 一開肚子就發不起來 譬如這條也是這個尺寸 就不會再變大 這個就是小秘訣 好,我們開肚子後 清洗乾淨的腸 這些就可以備用 槍哥,處理完海參 是時候到花膠了 對,你最喜歡花膠 對 肥腸也喜歡嗎 當然喜歡,骨膠原 這個其實成品出來 就是這個效果這麼大 這個就是22頭 但槍哥,我想問花膠 為什麼我聽說 有分公拿 對,有分公拿 怎麼看 但通常你分到公拿 它就是我們 那些敏魚膠 它有兩條鬚 是 其實很明顯 另外就是 會有些列文 好像人字一樣 有些列文 因為那些其實 在市價都比較貴 我覺得可以用花膠筒 去代替我們這個 已經可以了 你看到這裡 它是有些深色的 其實它這些發出來 就會有機會會腥 我們發完之後 我們這些是可以洗走它 可以撕掉它 洗走它 對,如果不是 就會很容易 就會有腥味 有時候我自己的花膠筒 我也會放些薑 這樣就可以免除這個 腥的效果 做出來之後 我們洗乾淨 就是這樣的狀態 肥腸,花膠和海參 喜歡吃哪些 其實通常在一個盤子裡 我看到東西要配搭 所以兩樣都一樣 對 沒有差別 我喜歡吃花膠 是 我喜歡那個 漿口的感覺 不是 海參煮得好吃 那些也可以很好吃 真的 當然 我覺得好像 花膠的感覺 比較掛汁 那個海參 不太入味 對,這個真的要分享給大家 好 海參其實真的很難入味 入味就是要加一些鹹味的 我想問藍藍 你會想到加甚麼調味料 加些鹽醃一下 鹽是比較實體的 它通常在外表滲入裡面 但裡面夠味的時候 外面已經很鹹 所以我們用一些滲透力強的液態 又是有鹹味的生抽 好 明白 好 好,現在我們入味了 準備了蠔油、生抽、老抽 是 現在我們不用加糖 我們主要加鹹味 老抽主要是用顏色 可以加一點油 爆一下蠔油的香 藍藍,你幫我剷吧 我,好 可以的 炒這個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你稍後會聞到 它釋放了蠔油的香味 那你說我們就這樣加水 加蠔油可以嗎 都可以 但香味就沒那麼濃郁 好了,炒到這個狀態 香味釋放出來 我們就可以加水了 通常我們浸過海參就可以了 那今天這個份量 我大約是半壺的水 三匙匙的生抽 還有三匙匙的蠔油 蠔油多少飽一飽 我們滾起之後 海參可以放進去 再加一些老抽,讓它浸泡 大約最基本的 起碼要浸20分鐘 才能滲透下去 Chan哥,花膠油怎樣浸泡 其實它也要跟海參一樣入味 但因為我怕藍藍太心急 它平時不入味也是這樣吃 但為何看到我分開浸 它也不一起浸 這個烏心,你看到 它有厚度 對,像漿漿漿 所以它需要時間去滲透 很害怕臉皮厚 原來他說漿漿漿 也是的 如果這個大約 我們當它放在這裡 20至30分鐘 我們可以再次加熱 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加2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為甚麼 剛才說20分鐘就可以了 20分鐘是我們最基本的 大約 對 至於我們這碟沒有滾到濃縮 或者沒有再任何調味 正常的份量吃下去就對了 明白 唱歌這個陣容 對 做雞 但是怎樣做 你知道我們做雞最出色了 對 其實盆菜有很多 有鴨和雞 對 但是我經常吃的 我覺得雞有點粗 所以今天就分享做雞 即自己做 原來盆菜的雞是可以不粗 對 對,今天就跟你分享了 滑雞 好 我們先準備了水 加了鹽和糖 雞就一樣 之前也分享過很多次 我們雞頸的位置 其實是有油在右邊的 特意撕淨一點給你看看 是 這個位置在右邊 就塞住中間的位置 如果水通不了的話 我們浸的時候就不熟 所以在這個位置 我們會撕掉油 對,撕掉油 好,最重要是浸泡雞 記得要有薑 薑的香味和雞非常合 所以我也特意做了兩片薑 在你不意之間 香哥,我想知道 為何要大滾才浸泡 因為這個夠熱的情況 我們下了雞的時候 它會降溫 不能保持溫度 現在主要是我們撕一撕 而且把裡面的溫度和外面 變得相近 這次浸是直接浸熟的嗎 已經是嗎 對…音樂過了 就不需要翻手了 明白 今天你看我這隻雞 也比較黃色 所以用了三黃雞 好,水滾了 這個情況 浸下去 浸下去 我們… 剛才提到頸子嗎 對 浸下去 然後它就… 對 看到它嗎 對 它裡面的水 可以浸進去 但一定是你的頸子 才能浸進去 明白 對 我們用三、四次 又不是長浸 又要拿起來 對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長浸也可以 但這個過程 就是加快它內籠的溫度提升 而不會說外面長期浸著水 加熱 亂滑的秘訣 對 對 好,這個狀況 我們就浸下去 好 好 我很喜歡吃雞腳 好 我們繼續加熱 到它煮起的情況 關火 蓋子 35分鐘 拿出來 浸冰水就可以了 張哥說 平時我看到的人 拿了一隻雞 然後拿了一些湯 軟軟軟軟軟軟 那些是水 那些是水 那些也是 但那些不是浸雞的方法 這個正常應該是炸雞 因為炸雞醃完之後 我們要綠皮 綠到它起雞皮 對 因為雞皮僅次了之後 還有熱水去到面後的油 我們才能上皮水 皮水就是我們吃炸雞 為何在外面那麼脆脆 就是我們要上陳脈牙糖 和醋上去 上次我記得你做過 對 所以如果我們不綠熱水 它沒有去到油 還有令皮膚沒有僅次 我們不能上皮水 槍哥,現在就等隻雞了 下方回來教我們做甚麼 這個呢 分享一個很高技術的東西 炸鵝掌 哇 這個是麻煩的 但是過年過節 和一家人享受一個 那麼美味的盆菜 我們這些不藏起來 把傳統的炸鵝掌經驗 分享出來 記得黏著我們 槍哥 我們這一節回來做甚麼 鵝掌,炸鵝掌 炸鵝掌 好,那我們第一個步驕 做甚麼呢 就是要有鵝掌 好 但是想說鵝掌很難買 是嗎?很大隻 對,你們是怎樣買到的 其實 因為我餐廳本身有賣露水鵝 我自己留下來 拿出來分享給你們 好 如果在外面又可以怎樣買到 也有 外面賣的尺寸 可能是大約這麼多度 但其實我們炆了出來 差不多 因為我待會也要處理 斬鵝 把鵝掌 煮完後其實它會收 現在生的情況會比較大隻 但我們一煮的時候 它就會縮 現在我們先處理了 我們就要腳趾 這些位置 它有黑色指甲油 不是,它的指甲油是黑色的 正常的 因為其實它長… 是長年累月 它這個長年累月 都沒有穿著去走 所以腳會比較髒 對 切乾淨一點 對,切一切 切到指甲位 我聽說 雞腳的話 先不要攪拌指甲 為何鵝掌也可以 你聽起來 不要攪拌指甲 是甚麼原因 我不知道 我純粹聽過 那些要油 或者精髓流出來 其實是的 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你本身不去指甲的情況 我們就算用燉湯 它的油也是會釋出 因為我們如果雞腳 我們這裡沒有包含的 所以我們… 它的油也是… 對 只不過是我們以一個衛生的角度 我覺得這些是吃不到的 對 所以吃不到的東西 我們就不應該擺出改變 其實在你的角度 雞腳也是應該要把指甲 要的… 因為我們希望上桌的 大部分食材都能夠吃到 現在我們要去指甲 這裡有大骨 嗯 我們要在這裡切一刀 對 這塊會影響到我們 把骨頭移動出來 所以我們要先把骨頭移動 把骨頭移動出來 把骨頭移動出來 對,因為這樣吃就會方便 對,很棒 對 這個位置 其實它就是指甲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我們要把骨頭移動 骨頭移動 就夠了 好 我們吃的時候就會方便一點 嗯 但其實這個煮完蒙都可以 嗯 煮之前蒙都可以 可不可以全部起骨頭 可以 起骨頭就這裡 我們要切 打直切 打直切 然後就這樣翻出來 好,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炸鵝腳 是 因為燜鵝腳 我們需要多少香料去輔助 香葉、八角、草果和龜皮 尼包開就是薑、蒜和蔥 我們要炸一炸 炸一炸 炸的東西來講 對 其實我早就準備了 藍藍真的好 她知道我需要這個東西 你不需要 今天這個油這麼安慌 好,刺激的 我們放在後面 對 好,這個時候我們加蒜 好 其實薑的時間是需要長一點 這個炸完之後 撈上來 我們是拿去煮的 那些蒜我們現在都開始變色 然後再加蔥 蔥就有一點水分 對,我也知道有一點水分 好 但沒問題 這個聲音很精神 香哥 這樣才像煮食嗎 沒什麼,你嘗試放下 不用太緊張 不,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放下 有時候放下 放下你執著 好,這個時候要升溫 好 最高的溫度 好,現在升溫期間 其實我們就是要炸鵝醬 是 可以給我一個抹手指 知道用來做什麼嗎 抹手 對,他的手 對 他的手 抹一抹他的油分 我們 就不需要沖水 沖水就很糟糕了 一會兒都要拿生抽 那為什麼要有生抽 是因為 如果我們用老抽上色 它炸出來是很黑,很肉酸 那生抽就不同了 它雖然也是這個顏色 但炸出來的顏色是淺很多 好,我們給點生抽 真的瘋了 少許而已 真的不用過 對,拌勻 逃均勻 好 現在你看到有些影 在那裡流動得很頻密 很快 對 對,不停的 那這個就是告訴你 那些油就夠熱了 這個時候我們差不多了 是 可以 杯 你想拿了嗎 差不多了 喂 真的細心 麻煩你 你拿回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說 上的生抽 有些顏色 然後我們燒到高溫之後 我們就要炸它 還沒爆 我正想說 沒想到那麼厲害 我就知道 你想說 它還沒爆 千萬不要笑 那有沒有炸多久 是這樣的 我們沒有時間的限制 是 那只不過是說 我們炸完之後 你看到它脹身了 硬了 那這個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煲的時候很耐煲 就不會那麼容易爛了 是 你看到 哇 很肥 很肥 因為我們就是 把它骨與皮分離了 我們再煲的時候 它一來耐煲很多 不會那麼容易爛 二來就是吃下去 它嚥嫩很多的口感 非常之好 它把鵝掌炸到恐龍 對 所以就因為這個龍年 我們做到好像龍爪一樣 這個煲出來是非常好吃 明白 好,鵝掌我們就炸完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準備去煲了 好 那煲就很簡單 就這樣 水來的 清水煲 對,清水 因為這個 我們煲的時間 大約是 一個小時 15分鐘左右 嗯 但是它整個過程 不是開著火煲的 即是又要焗一下它 對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硬煲到它軟的情況 其實它有機會爆口 是 做出來就沒那麼漂亮 我們通常是 45分鐘左右 然後就調 最小的火 15分鐘後就關火焗 這樣出來它就會脹身 鵝掌如果你就這樣煲 它會收身 它就不會脹 就是要焗它那一刻 其實剛才我們前天 有這麼多東西 煮一個盆菜 其實是需要多少時間 幾天 對 時間其實就是 連30晚開始煮 煮到今天就可以吃 而且這些鵝掌 我們不是馬上煲 馬上吃 其實我們煲完之後 我們可以放在雪櫃 拿出來吃也可以 所以我們一次過可以做多一點 是 但是如果遇到男人這麼大吃 其實你做多少也是吃完 也是 對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有些香料 香葉 一小片的桂皮 是 草果 八角 八角 現在我們就放調味料 很簡單 是生抽 生抽 用鹹味 它們有什麼力 滲透力 滲透力 對 對 這個煮我們要收水 你看 剛剛我有蠔油 是有炒香 對 炒香的我們是入味用的 因為這個 我們煮的時候 它會濃縮 濃縮之後 味本身已經濃郁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別去剷 老抽 其實我現在是先放一點 老抽也是拿我吃的 對 這個就少少就可以了 因為你見 其實它炸完生抽之後 它也是有些金黃金黃的色 是 冰糖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是 有冰糖煮的東西 出來是容易軟一點的 幾粒仔就可以了 我們煮這個鵝掌 我們就大火 煮它15分鐘 是 原因就是要它收水 收水之後 煮出來的味道才會濃郁 然後又調火了 就好像我剛剛說的時間 煮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鍋吃了 可以 好了 好了 現在我們需要準備的東西 我們準備好了 這個 我事前砌了一點 砌了一點 砌了一點 對 砌了一點 其實這裡一半還沒砌下去 裡面有18樣東西 還有其他我們這些 就要砌下去 這個其實就是用藍魚 加些蠔油、山抽 一個普通的調味的底味 很棒 我想說的很無知 我經常以為盆菜 是那些生歐 放進去煮熟 那一隻也是 那一隻呢 是火鍋 原來是有分別的 其實我就是想問 剛才唱歌的時候 我也是想問 你不是堆得很高 是 那些東西是否要熟透 是的 其實全部東西都熟透 我們一定要確保 裡面的東西 一定要全熟 所以我們要加熱 才是最安全的 但悶了那些東西 怎樣加熱 哪些 我吃的時候 你堆得很悶 我要把它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加熱 這個問題問得好 如果你正常吃風味的話 其實我們就這樣煮 我們可以吸一下蓋 那你說 如果我再想穩妥一點 其實我們放進去蒸 大概蒸 蒸 15分鐘 讓我們確保裡面 中心溫度夠熱的情況 我們就加熱 就可以了 找到東西 這個時候我們就 砌吧 砌它 我很想趁你夾進去的時候 拿一塊 你又夾進去 試一試 拿到筷子在這邊夾 他一直砌 砌也不會 為何越砌越少 怎麼轉頭又不見了 這個花膠 就是剛才做的那個 很想馬上放進去 對,看來 這樣就很軟 昌哥,你不如放少一塊 在鍋裡 觀眾不覺得 其實… 藍藍已經拿起了一條 好了,砌完之後 我們煮滾 就可以吃了 好… 哇… 很香 你不客氣了 你很不客氣 吃了 第一次有人比我更快 你吃了 撐不住 我們試過花膠 真的看到也覺得很棒 就是要這個雞的口感 這個花膠真的很棒 你的花膠很棒 很棒 很貴 很棒 很棒 真的好吃 我爸爸這個雞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對 他依然保留到那個滑度 嗯 我準備拍這個 鵝筋 鵝筋 我沒有整隻拍嗎 應該有點難度 厲害 鵝筋炸過真的不同 嗯 嘗到它一股皮 很滑 嚥韌一點 有口感 但有好辣味 其實就像我們煲湯 如果是雞腳煲湯 煲得下去會散 會軟 其實它也軟 但因為我們炸過 所以它就會變得嚥韌 有口感 噴出最重要當然是吃鮑魚 金圓寶 金圓寶沒錯 金圓寶 今年多賺點 吃完我的草土 嗯 香港的醬汁很棒 其實這個南乳汁 它軟得來又爽 哪些 鮑魚 對 軟得來又爽 有口感 有口感 那盆菜真的很棒 今晚大家真的可以嘗試 在這裡再祝大家 盆滿滿滿滿 今年多賺點 我祝大家身體健康 祝大家 鳥魚東海 還有哈哈 哈哈 下次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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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